嗯 它又刷火力了 嗯 這樣 先切齁 要先切成的喔 才把老去左邊 要切 要破冰箱嗎 這樣 好 這個很容易接到水 對 這個也要買幾塊 嗯 好 然後 呵呵 你再用的 就開速度快一點 喔 喔 速度快跟速度賣鬼也差很多 呵呵呵 你不覺得這一個 這個環節應該最難 嗯 我覺得蠻難的 而且要切得準 像我剛剛切切就有那種切不好的 雖然吃到嘴巴裡面都搞不清楚狀況 呵呵 我這個刀工不容易 不過老實講切真的不容易 那個刀子是蠻特別的刀子 就是說 這個牛瓜糖因為很黏 所以你切的時候不能夠太慢 也不能太快 太快要不要小心 所以我認為 這個是需要這個時間的累積 經驗的累積 所以我才跟他說 我大概在吃平夜不容易立足的原因 是因為這個要練到手刀工很好 就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而且他手腕常常容易會受傷 也是他們辛苦的地方 好 三斤二才可以就對了 差不多一千 差不多一千九 一千九 那這邊要幹嘛 沒有 這要全部刀工 這個方向 好 好 好 很容易 放好 好 像這樣子呢 就搽了 了 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以放掉可以出來 哇 這樣就好了 這個過程當中我脫絲了幾口 是還真的蠻好吃的 那也可以知道它這個專業跟辛苦的地方 那所以我認為一分錢一分貨 那我還是要幫忙向大家來推薦 海藻牛大塔是一個非常好吃的東西 我都覺得這碗比例調得很好 海藻跟杏仁是好朋友 嗯 以前我不知道 今天我知道 我們應該算是好朋友 那其實我們基隆的許多的這樣的蛋糕餐飲店 事實上也都會有來做送禮食用 那我們相信牛大塔是基隆的一個老店 所以特別來說 尤其是他們最近又研發出把海藻 就是我們基隆的海洋特色 常看到的海藻 跟牛大塔整個整合在一起 那老闆也特別邀請我來品嘗 也跟我說 來品嘗不如自己所做啦 所以我今天也特別過來 跟他學習一下怎麼做海藻牛大塔 那也希望這個做完之後 預祝我們這樣的一個新的產品 在全台灣各地賣的時候 會賣的生意非常好 也讓更多外地人 可以理解到 基隆特有的這個伴手禮的 這樣的一個食品 我們大家討論是 基隆版的海洋風味 水底外角色 我的飲料